那你今天因为那个这样一个政治利益王浩宇 你跟他你心里的恩师翻脸了 然后你再用这种政治肮脏龌龊卑鄙的手段去攻击他 我在这边我可以强调 我虽然说我跟潘中正的政治立场和那个意识形态党派背景 但是我相信潘中正的人格 以我在地方上我听过潘中正老师和在地方上环保团体 以他们的做法我相信他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 你为什么会等到今天才能用影射暗喻的手法 然后说他跟经济部大潭电厂疑似的副厂长 或者什么有好像有勾结还干嘛的去帮他 人家当时初期宫廷会是受邀的学者专家 提出他在那边的生态领域的一个意见 然后认为要怎么做 那民众提出了这个质疑 跟他们讨论的那个会议的主题不相关 然后他只是说他继续发言或怎么样 你就用这个说来打断民众 然后企图要民众不要再问下去 然后里面是个不可告的秘密 我真的觉得这种手法是非常恶劣又非常恶直的 而且是你用这种方式去对付 曾经是你的提拔你的恩师 老师就像自己的家长自己的父亲一样 然后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你可以不要做议员 不要做民意代表 不要做你还在口口声声说 好久我不是政治人物了 这些讲得那么好听 你要不要做人啊 你不想做人要去做那个宠物 要去做那种人都不如的这种动物的话 欢迎但是不要把人自己的人格 作建到这种地步 好的我们说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那我想要看这一位 那是现在的民进党立委范云 那他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还还是社民党 是 对不对 而且他有一段这个 他是在反恐怖大游行 慷慨激昂的发表了一个演说吧 对民进党的演说 我们来听听看 民进党曾经宣称他支持环境 他选择绿色 可是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那个绿色不是我们要的 他宣称的有机率环境率 他根本就是一个塑胶会制造污染的绿色 所以也因为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经验 我对他这是第二次执政 在劳动议题上 在环境上跳票一点都不惊讶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台湾很严重的结构的议题 那在座国民党的候选人非常抱歉 我要讲就是说 民进党在国民党跟国民党竞争的过程中 把自己在金权政治的这一块上 变得非常的像国民党了 范云 他说出来选就是为了美好的环境 为了藻礁 那请问他现在人在何方 他说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民进党 就是学国民党那一套 是一个塑胶率会制造污染的 这是两年前 两年前 对 他说他对于民进党环境 劳动议题的跳票 他一点都不惊讶 对 因为第一次执政看到都是这样 可是第二次执政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因为到现在我们听不到范云出来讲话 对 所以我们要呼叫范云 协询范云 你好歹为现在的藻礁公投说句话吧 现在的民进党变得是什么样子 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民进党不分区 还名列前瞄的 我们看到一个是洪生汉 对 出来支支吾吾吾的讲话 可是你说 你今天就跟我说洪生汉太嫩了啊 对啊 应该躲起来 对啊 就应该要躲得好好的 像范云一样 等风口过去是不是 是不是 好今天这个小时呢 加入我们讨论的 还有这个 以和养率公投领衔人 黄世修 哈啰 大家好 你刚刚看到范云被我们翻出来的那一段怎么样 他根本就每次都是提油救火啊 范云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名声臭的 但是他作为党的不分区 他还是得出来辩护一下嘛 但是你现在他现在看起来跟洪生海也是一样支支吾吾啊 辩护也不是 不辩护也不是 他开始躲啦 躲啦躲起来 这就是不分区的为难嘛 党义的为难嘛 可是当初让你们做不分区 好让范云做不分区 是希望你为了女权为了社运出来讲话 让你洪生海做不分区 是为了这个绿能为了环保出来讲话 那现在呢 那现在你骗到了这些 他女权他绿能都是看情况 选择性的才会出来讲话 女权也是啊 之前国民党的女性委员 被民进党的委员性骚扰 肢体碰撞什么的 范云从来没有出来讲话啊 然后之前丁允公在办公室什么之类的 范云也没出来讲话 还说我不是性骚扰大队长 对不对 性骚扰纠察队大队长 对不对 不要找我 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为了女权嘛 当初就是他把社民党整个卖掉了 他是卖党求荣 我直接不客气这样讲 我也认识有社民党的朋友 社民党的朋友可能苗博雅不敢讲话 但是因为他们私底下还是非常不满 他们也非常不爽 说你苗博雅身为社民党议员 你为什么不讲话 你把我们整个社民党给卖了 投靠去民进党 换取在选举的时候 不要在那边扯民进党后腿 不要在那边分民进党的票 那你还有什么资格在那边大大大来讲话 所以不管是范云 不管是苗博雅 不管是洪森汉 这一些人 其实他们心都是向着民进党的 他们其实都是卖党求荣 只是什么时候会把自己所属的团体卖掉 我们只是看到现在是范云先卖了 洪森汉他把绿蒙也 绿蒙其实也没有卖 绿蒙本来跟民进党是一挂的 社民党可能 其实社民党也没有什么卖不卖 因为现在已经空了 所有的都是小绿 社民党的那个总部 那个电话什么都已经是空号了 他们基本上是空格了 对 我有社民党朋友跟我讲的 他说他自己是党员 他就很不满说 我们社民党现在到底是名存实亡 还是什么样 要不要去注销登记 那苗博雅整天还是挂着社民党那边走跳 什么进步意识形态 什么人权 什么道德 都是假货 不要相信我们圈内人 大家都很务实 大家都知道的 不过世修既然来了 我觉得其实就要让他好好讲一下能源 转型能源政策吧 其实我们也是想要透过这一次的 藻礁公投联署 其实他就像一面照妖镜 是 造出了现在这个政府 歪七扭八的能源政策 你在野的时候都说 不缺电 我们要做绿能环保 然后但是执政的时候 一直告诉我们 不做什么 就会缺电 你要吗 不做什么 你要吸废气 你要吗 就是这个状况 蔡英文的目标 2025非核家园 他喊出了532 也就是天然气占比是5成 燃煤3成 再生能源2成 好我们就来看看呢 要 这个占我们的发电一半以上的是天然气 他是5成嘛 他的目标 可是呢 我们看到这四年来呢 其实也只能增加大概 将近5%不到 4.8% 对好 那燃煤 燃煤我们当然就现在希望能够一直往下降 对不对 结果降了多少 这四年来 才降0.5% 对 哇这个那中间这个只增加4.8% 然后这边又只降了0.5% 就代表他有一个用电的缺口 没错 对不对 所以的话这个才会要叫我们再找焦 和燃煤二选一嘛 没有别的选择了 对 所以当初其实他们关掉核能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说法 就是说我们台湾不缺电 我们可以用这些来替代 可是这些让你真的执政 经过了四年五年之后 这个数字就很明显看得出来是谎话 其实这分两个时期 一个时期是2016年选举的时候 2016年选举之前 民进党当时在野 他们跟所有的环保团体都说 非核家园是一个干净的家园 所以后来2016年小林选总统 然后他也提出了说 我们要核电归零 要2025非核家园 结果他当选之后 从2016年17年18年 风电光电大规模的开发 开始破坏生态环境 所以就发现有一些生态团体 比如说荒野保护协会 就是这次推藻礁的荒野保护协会 他发现不对啊 你以前跟我说非核家园 是干净的家园 怎么风电光电去破坏生态 本末导致 而且火电也越来越多 所以在2018年 我们推以核养绿公投的时候 其实是生态团体 主动的来响应我们 那当然倡议型的环保团体 比如说绿蒙地工环蒙 他们都是跟民进党一挂的 所以他们都说 没有没有我们要沟通 要双影其实就跟洪生态的说法一样 那第二个时期是到了2018年的公投后 在2018年以前 他们还是可以继续欺骗那些环团 或者是甲环团也不用欺骗 欺骗一些生态团体 说那是因为我们现在风电光电 可能遇到一些阻碍 有一些保守势力的国民党 核电帮在那边阻碍 所以只要我们风电光电能够推行的话 我们就不缺电 我们就可以非核家园又可以减煤减碳减控物 这是2018年之后一直到2020年 2020年一直到今天2021年因为藻礁公投这件事情 这就是一面照妖镜 王美花经济部长都说了如果藻礁公投过了 官堂不能够盖三阶 那我们这个蒸汽的进程就会受阻 那减煤就会走回头路 我们中火燃煤就要继续烧 高雄新达燃煤就要继续烧 甚至也有可能他没讲 但是非常有可能是深澳电厂 2018年炒得如火如荼的深澳电厂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